在当地时间9月4日,菲律宾军方宣布与美国海军在南海进行了一次联合巡航,特别是在巴拉旺岛以西的水域。 这一行动正值第43届东盟峰会前夕,因此引发了不小的关注。 尽管美国似乎是在一个敏感时期向东盟国家发出某种信号或试图产生某种影响,但其效果是否符合美国的预期还有待观察。 具体到联合巡航,菲律宾武装部队发布的声明强调了这次行动是为了提高两国海军在战场上的互操作性。 作为一种强烈的海上合作证明,声明写道,这次联合巡航是为了测试和完善现有的海上行动方案,同时展示两国海军的防御能力,以维护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 参与这次联合巡航的是菲律宾海军的和赛、里萨尔号导弹护卫舰和美国海军的阿利、伯克吉拉尔夫、约翰逊号导弹区逐舰。 菲律宾海军的第41特浅部队和美国第7舰队也进行了专门的分区战术演习。 总体而言,这一联合行动无疑增加了地区局势的复杂性,尤其是在即将召开的东盟峰会之前。 然而,它的真正影响和意图还需时间来证明。 首先,美菲联合巡航首次选址在巴拉望岛以西的南海水域,紧临南沙群岛。 这显然是美方对中国海域主权的一种敏感性探测,充满了挑衅色彩。 其次,在印尼亚加达召开的东盟峰会刚好在美菲联合巡航之前。 这不仅是美菲在展示他们强化同盟关系的信号,也似乎试图影响东盟会员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 然而,这次巡航与东盟峰会的主题显得不太相符。 根据印尼总统佐科的说法,此次东盟峰会主要集中在经济议题上。 印尼方面透露,峰会的核心主题是东盟在全球经济复苏中的重要性,旨在促进经济增长和区域互联互通,并在解决地区问题上发挥领导作用。 分析人士指出,在当前大国竞争日趋激烈的环境下,东盟国家更关注于经济增长而非地缘政治矛盾。 这也是为什么此次东盟峰会和其他十加一、十加三等系列会议都将聚焦于经济增长这一关键议题。 这反映了东盟国家在当前发展阶段的共同立场和优先考虑。 美国的南海行动和与菲律宾的紧密军事合作,显然加剧了该地区的紧张局势,这一点无可争辩。 美国不仅是菲律宾围在南海战略中的关键盟友, 还通过提供更多军事基地的使用权限,加强了两国的合作关系。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其中一座军事基地距离台湾仅有400公里,明显是为了靠近中国。 除了与菲律宾举行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联合军事演习,美国还联合日本、澳大利亚和菲律宾在南海进行了首次多国军事演习。 这些动作凸显了美国意在扩大其在东南亚的影响力,同时也加剧了地区内的紧张关系。 菲律宾政府也在今年发布了新的国家安全政策,其中明确指出南海是菲律宾的主要国家利益,并对台海局势表示了担忧。 这些都证明了美国在菲律宾和整个东盟地区的战略布局正在逐步实现,但却可能导致该地区进一步不稳定。 菲律宾似乎在美国的支持下,试图通过利用美中对抗的局势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 这种态势似乎也使美国看到了一个机会,即通过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来制衡中国。 因此,美国现在急切地在南海周边寻找能够作为新菲律宾的合作伙伴。 然而,现实情况并不总是如预期那样顺利。 以美国最近与印尼的交往为例,两国防长于8月24日在美国会晤,并分别发布了一份关于南海问题的联合声明。 有趣的是,这两份声明中的内容却并不相同。 在美国发布的声明中,明确提到双方一致认为,中国在南海的扩张性海洋主张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的国际法。 但印尼方面的声明并没有包含这样的表述,显示出印尼并不同意美国的立场。 这似乎表明美国在与印尼的声明中有所添油加醋,试图挑动中印关系。 印尼防长针对这一点也亲自做出了澄清,强调了印尼与中国关系良好,并且相互尊重,相互理解。 他还进一步说明,我们对中国非常友好,同时也尊重美国和俄罗斯。 这一事件揭示了,在东南亚地区寻找能与美国联手遏制中国的新菲律宾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美国的对外政策在亚洲地区并非总是符合当地国家的期望和利益,特别是在东盟国家之中。 过去,美国采取的强硬和直接的外交手法已经不再像以往那样得到默许或者容忍。 具体到美国与越南的关系,斯然乔·拜登总统即将于9月10日开始对越南的正式访问,并且美国政府高官在最近几个月也频繁地访问越南,但越南对此持谨慎态度。 拜登缺席东盟峰会,由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代表出席,这一行为被解读为美国政府对东盟的冷落。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美国的印太战略表面上对东盟持高度重视的态度,实际上却更多地在寻找可拉拢的盟友,以制造障碍来干扰南海行为准则的谈判。 这样的策略也意在模糊中国的海洋权益。 总体来说,美国的这些动作在东盟,特别是在越南,未必能收到预期效果。 对于这些国家来说,维护自身的主权和区域稳定可能比迎合任何大国的外交策略更为重要。 美国原以为通过美国东盟峰会能加强与东盟的关系,但实际效果却事与愿违。 这场会议不仅没有拉近双方关系,反而进一步凸显了美国在对待东盟问题上的不平等和不尊重态度。 东盟已经意识到,美国所做的一些承诺更像是空洞的承诺和夸大其词的许诺,而美国试图利用东盟来遏制中国的战略与东盟自身的核心目标相冲突。 与此同时,东盟一直将经济增长,与邻国的全方位互联互通以及更高程度的全球一体化作为其优先发展目标。 这也是东盟与中国在诸如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能够保持紧密合作的原因。 在2020年11月,由东盟主导并得到中国等多个重要国家支持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而CEP被正式签署。 这一历史性的步伐标志着亚洲地区经济一体化迈出了巨大的一步。 到了2023年6月2日,这一协定在菲律宾正式生效,也意味着,而CEP已在包括东盟十国、澳大利亚、中国、日本、韩国和新西兰在内的15个签署国家中全面落定。 尽管美国一直标榜自己是亚洲地区和平与繁荣的维护者,但其对加强与东盟经贸联系的兴趣似乎并不浓厚。 最近一次的东盟峰会侧重于经贸合作主题,美国总统拜登的缺席则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点。 这种矛盾的态度也解释了为何东盟对美国的拉拢策略持保留态度。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美国与菲律宾在巴拉望岛以西南海水域的联合巡航显得尤为突兀。 这次行动更像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戏码,意在掩饰美国对该地区深层次矛盾的无力化解。 实际上,这一举动不仅未能赢得东盟国家的心,反而可能进一步暴露出美国试图在东盟内部制造对抗与分裂的短视战略。 总体来说,RCEP的全面生效标志着东盟与其其他亚洲伙伴正在建立更紧密的经贸联系,而美国的疏远和戏剧性行动只会让它在这一重要地区的影响力进一步减弱。 如果美国希望在亚洲地区保持或提升其全球影响力,那么它需要更认真的对待与东盟及其他亚洲伙伴的关系,而不是依赖于表面的军事行动或单一的拉拢策略。